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的一些漏洞 等于完完全全的补足了鸿蒙5.0的生态系统 里面的一个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我首先和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一个鸿蒙5.0的一个纯血鸿蒙 它今天对外去宣发的一些内容 就是现在的话呢 也等于说我们马上就能用上一款 我们自己真正自主研发的 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 它这一次更新里面支持的机型 包括Mate 40 然后到最新的Mate 60系列的很多机型 并且它是打造了原生态的一个 就是支持鸿蒙内核和鸿蒙系统的一个应用 这个呢 你可能就是在我们去年的一些新闻里面 就看出来了 就是华文在为今天做准备 它主要就是在APP方面 发现没有 像微信啊 植物宝 微博啊 美团 京东啊 这些 它和各大互联网的厂商都开发了鸿蒙版本 发现没有 所以这就是一个 纯血鸿蒙生态 已经超过了几百家的一些厂商 它启动了鸿蒙的AVP的一个计划 当然了就是市场 就是说预测可能 未来鸿蒙系统将在中国的市场 可能会取代苹果的iOS系统 然后成为第二大直的手机系统 仅次于安卓 安卓目前还是最厉害的 市场占有率还是最高的 这个我们还是需要 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 貌似好像是它有一个16%的一个市场占有率 它是为分界线啊 我们华为好像目前 站在15%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扯闲票 就是随便一落 就是我们这个 目前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华为在技术突破方面 它是有很多的一些比方说芯片方面的 对吧 因为它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芯片的一个突破 和硬件的一个突破 像我们所了解到就是华为 它有一个零锡的一个CPU指令级商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到 这个是它成功的注册了 这个呢就是对西方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们的芯片的根基 指令级被华为突破了 因为原来我们的芯片的话可能是高通啊 对吧 还通信方面的好像是还有什么 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资本啊 就是我们还是依赖于他们 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是通过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 突破了这些技术瓶颈 也就是说华为它现在已经从设计啊制造 还有后期的产品的一个自主控啊 现在就是说外面的西方啊 以大金锚为主的就是一些西方的这种势力 它再也没有再对华为进行任何的干预 它没有办法去掌控啊 指令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它指的是指导芯片进行相应的计算的一套指令 就像电脑双机程序后 需要把它的一个CPU啊理解成为语言 才能执行相应的计算 就这个意思 华为它厉害在哪里啊 它们重新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指令级系统 就是完完全全做到了自主研发啊 这些的话呢就是在华为啊 它在北京的一些啊 就是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一个操作系统大会 里面对外已经公布了的啊 这些大家都知道 原来啊像就是一些啊 比方说它的一些什么啊 阿里呀字节呀 还有一些什么网易呀 等这样一些嗯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大佬的这些啊 厂商啊现在都纷纷的跟华为都拿成一些合作 而且像我们很多985啊211的一些高校啊 也开设一些鸿蒙课程 现在呢就是说它的操作系统啊 鸿蒙的一个操作系统 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一些信息技术的一个课本当中了 所以未来啊可能鸿蒙的话 它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热门 你要知道从鸿蒙这个到灵溪就是华为啊 它彻底颠覆了就是在西方花费了上百年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新一片体系 就华为不断的突破技术瓶颈 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等于说好多像大家可能了解到XGBT 对不对啊可能也知道 它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国内吗 国内的这个就是呃很多的话大的公司啊 它基于华为的一个AI算力底座 然后开始研发我们国产的人工智能 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国产的人工智能的话 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 其实超越了XGBT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这是我也是扯了一个闲片 现在的话扯完的这个鸿蒙系统过后呢 我再和大家去聊聊花瓣支付啊 花瓣支付呢就是大家可能在想 这花瓣支付出来的它是干谁呢 它干谁 有的想你是在干某宝某信吗 其实它不是干某宝某信啊 因为微信和支付宝 它是一个软件的层面的一个支付 因为它所有的支付逻辑都要基于软件本身 以及最基础的一个联网的状态 而就是花瓣支付啊 它是基于鸿蒙系统的生态底层支付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一个苹果支付 但是比苹果支付更加的超前 你把苹果支付理解成为支付系统2.0 它就是支付系统3.0 就是这样去理解升级的换代的 更新连代的 就是说华为支付它现在呢就是 因为花瓣支付它是一个训练致富 它的前身是训练致富 然后更名为花瓣支付 花瓣支付是一个公司 它其实它的产品它叫华为支付 这个我首先中间查一点啊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就是用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用鸿蒙 你可以就是说基于这个华为支付 你可以基于整个鸿蒙的系统 可以就是说包括它安装的鸿蒙系统 一个硬件 你只要装了 只要装了它硬件的就是通过芯片 类质的这种硬件的 你就可以包括手机啊电脑啊手表啊 汽车啊冰箱啊 这些万物互联啊用鸿蒙的一个花瓣支付 甚至在没有网络和信号的情况下 也可以完成手机就是碰一碰就可以完成支付 你想想在这方面的话 你什么APP啊 互联网那些大佬它的一些厂商啊 你只要安装在它上面 你是不是都要交一层过路费啊 对吧 花瓣支付它就说作为未来的就是 比微信支付宝啊更强的那种 那是算集成支付的一个底层架构逻辑吧 应该是这样 因为它包括了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在内的 各种技术的一个框架 它主要是基于协议和硬件的底层支付逻辑 所以你要说花瓣支付它未来会不会成为 国家战略的一个全球支付工具 那肯定是的 因为华为现在不仅仅说是一个民营企业 它更是一家民族企业对吧 你想面对大鸡毛为首的西方国家 它各种打压制裁啊 它肩上担子也很重的 所以我们对华为的每一次的一个技术突破啊 为什么我们都欣喜若狂 都能吸引全球的目光 也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相信以后会有机会看到 未来花瓣支付啊 在全球世界绽放 你想想 嗯我们原来的话就是 呃就是想着 这个华为支付 华为支付也就是花瓣支付 你这和我们有啥关系呢 它最主要是什么 就跟数字人民有关 我们在国内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呢 我们的金融的基建都是靠外国的公司 对不对 像数据库是甲骨文啊 操作系统是微软 对吧 啊像服务器的话是IBM 通信的话是思科 就是我们还没开始走出家门 就已经落后其他的国家了 就是华为它做金融基建呢 就是本来起步就已经落后其他国家好多年了 那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所以呃华为从开始做全球布局移动支付终端 其实他做的是全球的一个移动支付终端 啊 呃 所以才把花瓣支付正式的推出来 也就是说 华为不但是要在后面做基建 还要在最前线冲锋限制 啊 因为从基站呢 交换器啊 通信的一些标准呢 再到手机电脑甚至汽车这样的万物互联呢 它的产品力和研发力啊 这个华为其实它还是在全球是挺有竞争力的 目前还是属于漂洋理线 漂洋理线 就华为的它的那个花瓣支付的优势啊 也就是华为支付啊 因为花瓣支付是它的公司 它其实真正的是叫华为支付 就华为支付的话呢 它优势就在于它的软件硬件结合的一个能力 硬件呢就是从芯片上面类置啊 软件呢就是下载APP啊 就是很多方面呢 它有一个呃 就是等于说它有它的一个技术的优势 它是通过这软硬结合的一个能力啊 像金融级的安全芯片 这样的一些技术啊 就是说我们啊 华为的总部的服务器呢 虽然说一直都被美国的一些啊 警报部门在那里入侵 你一次一次又入侵 好像去年还入侵过一次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遏制它的发展呢 你再怎么打压 遏制它的发展 包括像制裁呀 起诉啊 对吧 嗯 身上的话是背了好多项制裁的 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还不是一样放了孟晚舟 就是说她在 搭建我们全球支付的一个金融基建的时候呢 她也不怕大金融家找麻烦 对吧 而且她是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一个最佳的推手 你推广数字人民币 我们现在目前呢 也只能对外说推广数字人民币 其实你们在 画面支付的 它的一个很全面的文章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它除了数字人民币 可以作为支付的货币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数字货币 可以作为支付的货币 只是它没有过多宣传 因为涉及到我们国内的一些政策原因 目前这次还没有开放 你暂时还不能过多宣传 你只能宣传数字人民币 其实它是有 后面还是有另外一句话 除了数字人民币以外 还有其他的数字货币 可以用于这样的一些支付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 还有什么数字货币 可以作为一个支付解算的货币呢 对吧 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今天去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想到哪就聊哪 就我们的话就是 你要通过鸿蒙系统 你通过花瓣支付这些 我们去好好的去理解一下里面 它后面的一些意义 你想想 大金毛不是以前的话 还打压俄罗斯 对吧 不让他们的话 参与那个SWIFT的一个系统 把俄罗斯银行的话 踢出了SWIFT的一个支付的一个系统 那现在我们就好 你要是不让大家用的话 那华为就做自己的支付系统 对吧 同样也可以为其他的一些国家 搭建数字货币的一个体系 你不让我用 那我们就用其他货币 对吧 我们把这个落后的SWIFT 这个挤出市场 对不对 而且的话 现在华为已经是比技术和基建 更高一层的未来全球金融支付的标准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 这个意义是不是深远的 顺便我也透露一点 就是华为它还参加了多边央行数字桥的项目 这个项目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对吧 他就是把各国家的央行连在一起 把全球的数字货币支付 这个体系下搭载完 也就是说完美的可以替代了SWIFT这个支付系统 这个意义是更加深远的 也能够助力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起航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去理解一下 这背后的深层次的这些意义吧 给大家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